等待了两年 孙燕姿最新迷你专辑 彩虹金刚上线 干净轻松的旋律 配上充满同志的歌词 在和声中还特别加入了 四岁二字的声音 很亲切的一张专辑 而收唱部分则让人有点怀念 直来直往里 那个潇洒的十三节 其实像孙燕姿这样级别的歌手 在这个时间段里 还能发这样一张随性的迷你专辑 真的不多见 充满诚意的作品 最能反映一个歌手当时的心迹 彩虹金刚必定有许多当了妈妈之后 从大人视角和孩子相处的新的感悟 恍惚之间 当年的短发女孩 已经成长到了这样的地步 作为歌迷 想必也少不了些许陪伴 与成长的感悟 想骚扰你和彩虹金刚 打小脚牙 放 my life 想要轻轻点下来 两个弯弯的星星 你身上只如公宿 围巨大山脚牙 世界大 它都会带你到达 梦想大 它都会带你到达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听过彩虹金刚后 下意识会浮现另一首歌曲 出自孙眼兹第六张专辑的《未完成》 当时孙眼兹25岁 有同名专辑《我要的幸福》 风筝这三张专辑做基础 每年的大黑的神曲 也让这位新千年出道的歌手 是风光无限 出道三年 这首《未完成》好像预言一样 哪怕今后的道路再坎坷 她的音乐之路还是要继续下去 风光回到现在 到了妈妈之后 从大人的视角 看着另一个孩子的童年 就像《未完成》这首歌的MV一样 孙眼兹和童年的自己在对话 当时年轻气盛 童年是鼓舞自己 完成未完成事情的动力 是蓬勃向上的 如今彩虹金刚 从另外的视角看回童年 却成为了生命中最温柔美好的部分 歌手已经不再需要回头来确认自己 是不是要脚踏实地地往前冲 他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风景 两首歌拥有相似的寓意 但歌手的内心却依然坏了天地 不怪个万要不责任别偷懒 你为什么拿我的收音机 你为什么拿我的收音机 这是我的收音机 你是谁 我是小时候的你啊 你长大以后还喜欢音乐吗 当然 那你要好好加油 来 一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小时候的梦想原来离自己这么的近 对于未来 我总是在想 一个人到底可以走到多远 好想你的身体 存在中的孤星 执着还是找得到你 挂在天上反光的鸣 提醒我 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除了新歌 一批中还收录了全新版本的《可不乐》 这是一首很神奇的歌曲 优雅高贵却不冷清 开头的一段还特意跑到室外去路缓景声 星空夜晚生活 都在他的电影浅长中微微到来 记得有一阵子 每到夜晚来临之前 都会想找一首歌 再循环一整夜 后来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歌曲 反倒焦虑不安 最后终于找到了《可不乐》这首歌 就像歌词中写的那样 藏在众多孤星之中 还是可以找得到你 人与人之间 有时候已是像星星一样 明明散发着光芒 却因为距离遥远 而没办法看见对方 但是耐心等待 认真地找寻 这么多孤独的心情 总能找到一个伴侣 《一个知己》 假裂我知己 我 software tarik 初雨间的肌票 那条原则与我的光芒 我依然艳若 is 可不配抗寻呢 往这边走 赦 się 一声一声亮晴晴 好想你的身体 藏在中的孤星之处 还是找得到你 挂在天上放光明 反射我的孤寂 提醒我 我也只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浩瀚的世界里 更迭的人海里 你不想回忆 让我们延续 用尽所有思念 传一首歌给你 给你 但随着好听的音乐 本期节目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更多音频内容登陆荔枝FM 调频号1869914 1869914 更多精彩 等你关注 在中的孤星之中 还是找得到你 挂在天上放光明 翻射我的孤独去提醒我 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 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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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